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并将在今年举行婚礼 恋情进展超神速 没想到才结婚短短一周 又再度当妈 可说是双喜临门 不过她藏运度十个月 几乎瞒住所有人 消息一出 令不少粉丝相当惊讶 爱丽丝今天公布结婚女生子细讯 在脸书放下小儿子照片 并写下 大家好 我是朋友 你们也可以叫我为连帝 上个礼拜爸爸妈妈才结婚完 我便等不及跑出来和家人们见面 尤其是我的李李姐姐 因为她总是喜欢跟肚子里的我一起聊天 而且常常摸住肚子说 弟弟我爱你 看得出女儿李李讲 相当喜欢刚抱到的弟弟 爱丽丝对于怀孕保密到家 推算时间点 她在春节带住 老公和女儿李李讲一起 回才过年 当时应该已经怀孕九个月 却完全没被发现 且期间她照常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也都可以避开腹部 因此没人看出 她已怀有二胎 不过突然公布喜讯 叫许多网友孩 是纷纷留言 献上祝福 爱丽丝再婚 马培迪 翻设字脸书 爱丽丝开心宣布 一生下第二胎为脸 翻设字脸书 爱丽丝女儿 祖和爱丽丝新老公 马培迪关系十分亲密 翻设字脸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